南京发现锦衣为古墓,挖出天之兰酒瓶,专家大校,价值十多亿,在南京这座古都的腹地,2011年的一次寻常施工,却意外翻开了一页尘封的历史篇章,当南京林业大学新校区的施工现场,挖掘机的缠斗触碰到一块异常坚硬的土层时,一段明朝的隐秘故事正缓缓浮出水面,随着土层的层层剥落,一个被岁月深深掩埋的古墓逐渐显露真容, 这是一次历史与现实的碰撞,是古人与金人的隔空对话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2011年,那时南京工业大学要修建新校区,在荒地施工时,突然碰到阻碍挖不下去了,施工人员就赶紧查看,竟然发现了一座墓室,他们立即联系了考古队,考古队火速赶来,经过研究和测量,考古队给出了初步结论,这是明朝锦衣卫牵士的墓葬,在一石碑上还雕刻, 刻着徐军旭的名字,而这座古墓的附近就是明朝徐达的墓室,专家猜测他是徐达的后人,我们在电影电视剧中都有听说过锦衣卫,这是明朝最大的象征,朱元璋为了防止被夺权,加强皇权,设置了锦衣卫,锦衣卫可以说是恐怖的存在,他们直接听命皇帝,可以直接逮捕审讯任何人,锦衣卫的最高首领是指挥使,指挥使就是皇帝的特务保镖, 有权力逮捕皇亲国妻和王侯将相,权力滔天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这位墓葬主任徐军旭就是锦衣卫千世,官职排在第三,在他之前的有指挥同志,从三品,是指挥使的主力, 而千世一共设有两名,地位相当于副指挥使,官位正四品,这座墓室看起来很低调不起眼,并且因为遭受了盗墓者的洗劫,几乎就是一干二净空无一物了,虽然知道了墓室的主人公,但是只有些必客碑文,不禁让人大失所望,就在大家以为要这样平平无奇地离开时,没想到一抹蓝光突然出现,人们咋一看,是一个蓝色的酒瓶,这个瓶子看起来保存完好,通体都是,有质感的深蓝色,还发出一点蓝色, 蓝色的光韵,漂亮极了,平身圆润自然,平体,围上大下小的形状,十分的精美雅致,据专家健保,这竟是名家境继蓝又煤瓶,蓝又煤瓶最早出现在明朝,最初是官窑烧制,工艺精细,具有很强的时代研究性,煤瓶的制造工艺复杂且高深,何况是这种深蓝又色的煤瓶,做工又精致优秀,价值更高,虽然说在博物馆中收录了很多这样的蓝又煤瓶,但是从徐军旭牧师中出土的这个蓝又煤瓶 这种煤瓶是极品中的极品,通体深蓝,质感细腻,保存完好,这样的蓝又煤瓶雅致简约,很受收藏者的欢迎,据专家估指,这个蓝又煤瓶是国宝级的文物,价值可达一元以上甚至十几亿的天价,没想到盗墓者的疏忽,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珍贵的宝物,这煤瓶,以26.8厘米的高度,4.4厘米的口径,通体散发着蓝紫色的神秘光泽,工艺之精细,让人叹为观止, 专家们经过严谨的鉴定,认定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,预估价值高达数亿元,直追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,既然有白龙文煤瓶,后者估值更是超过十个亿,足见其稀释罕见,煤瓶的出现,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物发现,它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通往明朝宫廷生活的秘密通道,据考证,这座古墓属于一对明代夫妇,男主人徐军旭,身为锦衣卫指挥使,不仅手握重拳, 还可能与明朝开国大将徐达,有着血脉上的联系,女主人出身显赫,为礼部尚书周轩的孙女,其家族与皇室关系密切,专家们通过对瓶身上残留的名文进行解读,确认这对酷似天之兰的酒瓶,的确是专为明朝皇室定制的珍贵器物,更让人震惊的是,专家在对瓶子进行年代测定后发现,他们的制作年代,竟然追溯到了明朝初期, 这一时期正是锦衣卫势力集胜的时候,天之兰,九瓶的发现,不仅证实了锦衣卫幕的主人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,也反映了当时皇室对锦衣卫成员的重视和赏赐,据专家分析。 这对酒瓶,可能是作为对锦衣卫成员功勋的奖赏,或是作为特殊场合使用的重要礼器,其珍贵程度和文化价值难以估量。 徐军旭的祖上乃为明朝时期朱元璋最信任的功臣,众所周知,朱元璋一向以清正连结世人,并且许多与他一同开辟疆土的大将都被其无情地杀害,唯有徐达没有遭遇毒手,而且还获得了朱元璋的信任,在明朝时期有着锦衣卫一职, 锦衣卫专门奉皇帝之命行事,而且有着极大的权力,就连朝廷之中的重臣,锦衣卫都能够将其抓捕,而徐军旭就继承了祖上的一波,成为了锦衣卫的牵势,明代皇帝的仪仗队以及侍卫都归锦衣卫管理,其实锦衣卫也算是军事机构,主要负责侦查逮捕,以及审问犯人等,除此之外还兼任搜集情报,策反敌军等工作,后世也有人称锦衣卫为特务机构,锦衣卫指挥使只有一人, 他是锦衣卫最高首领,具备抓捕一切人员的资格,就连皇亲国妻也不例外,而且锦衣卫中官职较多,根据官职不同,身着服饰也很有讲究,从蟒服、飞鱼服和斗牛服不等,再次要说明的是,蟒袍不是人人都能穿的,这是来自帝王的赏赐,只要穿蟒袍,必须要戴玉带。 如果能得到穿蟒袍的机会,那便是莫大的殊荣,从侧面能看出,身得皇帝器重,与蟒袍相比,飞鱼服和斗牛服要低一等,不过飞鱼服也是一种很隆重的服饰,虽然比不上蟒袍那么贵重,但是飞鱼服也不是大臣们想穿就穿的,没有品级的官员,不允许穿着飞鱼服,总而言之,设置锦衣卫的主要作用大概有两点,一来是保护圣上的安全,二来是监视黄金国妻, 如果发现什么风吹草动,及时向皇帝汇报,不过由于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,导致他们的权力不断扩大,登基的新帝处于这方面的考量,会适当调整锦衣卫的权力。 如今很多影视剧以锦衣卫为题材,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,人们对于锦衣卫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大,这部,南京发现了一座锦衣卫墓出土的一个天之兰,酒瓶,专家估价值约十几亿,封建时期,王侯将相等官职人员, 在去世后会在墓室中放入大量陪葬品,为的是死后享受生前的奢华待遇,明代时期,人们眼中的锦衣卫是无情的,甚至还有人说,只要进了朝狱,很难活着出来,虽然锦衣卫名号很大,但碍于种种限制墓葬规模,不能太过豪华,不过南京这座陵墓中还是出土了价值高昂的文物, 这些背景,使得梅瓶的存在不再单纯是一件艺术品的展示,而是权力,地位与皇室恩宠的象征,梅瓶的精妙工艺,反映了明代致辞技术的高超水平,其色泽温润,造型优雅,每一道线条都透露出,将人对美的极致追求,在那个时代,梅瓶不仅仅是装饰品, 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逝者灵魂的慰藉,它的幸存,仿佛是历史对金人的某种暗示,提醒我们珍惜那些能够穿越时光,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,每一次的考古发掘,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,每一次的保护着行动,都是对人类共同记忆的尊重与传承, 2011年南京林业大学古墓的发现,不仅为世人揭开了明代锦衣卫家族的神秘面纱,更是展示了古代工艺的辉煌成就,激发了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刻思考,虽然墓是规模小,但是陪葬品却是珍贵又精美,其实主要是因为锦衣卫身份特殊,他们虽然生时全是滔天,但是死后是不能大张旗鼓的,因为身份隐秘,还有可能是锦衣卫工作性质过于危险,得罪的人多,所以害怕死后,被人 绝坟抛尸吧,徐军旭也是受到家庭的宠爱,家人不顾锦衣卫的条例规章,将贵重的兰又没凭陪葬,但陪葬品的贵重,也让徐军旭的墓室惨遭盗墓贼的洗劫,几百年的历史没有使他褪色,反而这个瓶子保存得相当完好。 以至于出土的时候,让在场所有人眼前一亮,通体深蓝,在感官上就比较舒适,像极了深海的深邃无边,顶端平口有一个往里收的感觉,看上去比较雅致,由此可见,徐军旭在家中深受家人宠爱,以至于在过世后,不顾李治,在墓葬中陪葬如此贵重的文物,奈何其他有价值的文物,已经被盗贼洗劫一空,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。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,多少能工巧匠,用精湛的技艺让我们穿越时空,看到了古代人的智慧,除了记载的古书古籍之外,文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,一旦失去,很难找回。